歡迎打開Roby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復仇者聯盟3 無限之戰 Avengers Infinity War 由美國隊長2酷寒戰士 還有美國隊長3英雄內戰的導演羅素兄弟 Anthony Russell和Joe Russell指導 包含飾演反派薩諾斯在內的Josh Brolin 22位的超級英雄一同演出 這部大堆頭超豪華的明星陣容 超級英雄大階級 看起來是到底怎麼樣呢? 超乎我的預期 我覺得很不錯 這樣子一個多線性 然後多主角的一部電影 拍得很成功 很好看 出乎意料的精彩 我沒有覺得這是一部神作 我方便它是 但沒有到十全十美的地步 內容上是喜歡漫威電影 風格元素的人 我保證你一定會喜歡的 但如果你是喜歡漫威電影裡面的 某些人物角色的話 那我無法保證你一定會喜歡這部電影 當然有些角色的戲份跟發揮 還是被犧牲了 這點我們後面再來講 首先其實我發現羅素兄弟 講故事的方法 是很戲劇性 很注重角色之間的感情 雖然說只是很普遍很淺顯的 但是像在美國隊長2裡面 隊長和東斌的情感 在美國隊長3的時候 又加上了鋼鐵人和戰爭機器 幻視和飛鴻女巫 黑豹還有他的父親 這些情感在電影當中十分的重要 也起到相當大的效果 去推動角色 還有引發我們觀眾身上的感受 在他們的這部新的電影當中 也是大量的去操弄這些角色之間的情感 《復仇者聯盟3》讓我喜歡的一點就在這裡 整部電影都浸泡在濃郁的情感裡面 很有溫度的一部超級英雄電影 基本上這也是能夠讓我們在150分鐘裡面 持續保持專注的一個關鍵 這些情感是很外放很清楚的 沒有什麼比較糾結 說不出來的一些情節 或者是情思 都是你很快可以看懂的 而可以做到這樣子 完全是依靠前面18部電影 成功的累積下來 靠著這些我們已經認識一陣子的角色 他們之間的歷史還有關係 你會知道這個角色 現在做出的這個決定 是跟他之前做過的什麼事情 發生了什麼事情是有關係的 所以越熟悉漫威電影的人 你就可以越在這部電影裡面 找到更深入 更有趣 更有意思的東西在裡面 它真的是一部花了10年的時間 用了前面18部電影 卻完成了一部不可能的巨星電影 整部電影拉出了很多故事線和感情線 小辣椒和動力史塔克 索爾和洛基 布魯斯班納和黑寡婦 以及在這部電影的劇情裡面 最重要的星際異工隊的成員 對了 還有頭上有一顆無限寶石的幻視 以及飛鴻魚屋 他們也是這個劇情裡面 很重要的另外一條線 而且你可以看得出來 為了要凸顯這一條線 有幾個角色的劇情線是被犧牲了 在講薩諾斯這個大魔王之前 我想他的手下烏木猴 可以拿到一個最佳中魔王獎 或者是最佳終祭投手 雖然他只吃了少少的局數 但他的表現依然是十分的威猛 很兇也很有個性 可惜他就只是一個中魔王的定位 大魔王薩諾斯是一個 蠻宣兵奪主的反派角色 漫威電影之前 沒有出現過一個這麼厲害的反派人物 有點像是土豪版 或者是人生勝利府的洛基 一樣是非常的有魅力有個性 甚至有一場戲他完全就是主角 我們看著他必須做出一個艱難的選擇 一開場他的出現就威風八面 十分的具有威脅感還有破壞力 他就像是一個高高在上的黑幫老大 教父 或者是一個不盡人情的獨裁者 塑造得非常成功 在這部電影中 你會全面的認識到薩諾斯這個角色 絕對會是一個流民侵蝕的反派人物 他絕對是壞蛋 但是他沒有讓你覺得他有多邪惡 不像是雷城所有三 或者是黑豹的反派那個樣子 他比較像是一個 裡面沒有辦法讓大家接受的狂人 那樣的恐怖份子 我原本有點擔心這部電影變成一個打打殺殺 150分鐘的戰爭片 然後比較沒有故事的主題性去支撐 感謝羅素兄弟 結果是有的 而且做得很清楚 是根據薩諾斯的理念而相反的 這部電影強調生命的價值 這是漫威英雄一直在守護著的一件事情 沒有一條生命是可以被犧牲的 或者說生命是不能拿去交易的 你不能想著要犧牲哪個人 或者是哪些人 就可以顧全大局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有人愛的 有人在乎 有人關心的 所有人因為人與人之間的情感 被綁在一起 連結在一起 當我們把眼光放大來看 離開地球到宇宙外面的時候 一旦末日來臨 是不會分你是Marble還是DC的 當然也不會分你的種族 地獄 性像 或者是價值觀認同 我們欣賞導演的安排 該省的地方可以用一句台詞帶過就可以了 該強調的地方也有做到 每一分鐘都感覺到導演 非常用心的在運用著 150分鐘的節奏 看起來絲毫不拖泥帶水 直接給你一波又一波的高潮危機 會看得很開心 很過癮 大部分的角色都有發揮到 只是或多或少 還是有些角色在這裡面 是被犧牲了 比如說超高票房的主角黑豹 他在這裡面就有一點被犧牲的感覺 沒有什麼讓他可以發揮的地方 美國隊長和黑寡婦 除了秀出他們的新造型之外 也是不像前兩集一樣 讓他們有這麼強大的存在感 最年輕的成員蜘蛛人很認真做事 很多特技場面都會放在他身上 鋼鐵人對上奇異博士 AKA 智大狂對上智大狂 這兩個福爾摩斯的正面交鋒呢 讓人看得是有一點點 哦 喜歡福爾摩斯的觀眾 會感到非常美夢成真 福爾摩斯班納在這一集 則跟雷神索爾3裡面 有全然不同的狀況要去面對 索爾是一個意外的MVP人選 表現非常的搶眼 星際異攻隊的人物 則是在這部電影中 非常非常的重要 前幾天直播的時候 我還說復仇者的雷蒙3和4 對我來講比較像是鋼鐵人的最後續集 東尼史塔克這個招牌人物的羨慕之作 不過現在我會覺得 他更像是星際異攻隊 還有雷神索爾的續集 一直沒有公佈飾演什麼角色的小惡魔 Peter Dinklage 在這裡面演了一個蠻關鍵的角色 一個有點惡搞他的角色 我在看的時候會覺得有點過分 但是又不禁覺得很好笑 然後還出現了一個很久不見 你以為永遠不會再見面的 神秘角色在這裡面出現 我看到的時候是非常的意外 但好像有很多觀眾 其實已經忘記這個角色 或者根本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曾經有一部電影金聲尖叫的宣傳說 三部曲的首則是第一部立下規則 第二部在規則裡面去加碼 第三部則是推翻所有的規則 規則者的檸檬3就是這個樣子 它打破了所有前面兩集所建立下來的東西 但是做得更好 絕對是漫威電影中最棒的第三集 也代表漫威真的不怕續集電影第三集的魔咒 講到這部電影的缺點 就像是你去一個用料非常實在 有各式各樣各國料理的一個吃到飽餐廳 可是用餐時間有限 你的胃的空間也有限 你就沒有辦法每一樣都好好的品嘗到 總是會覺得有些可惜 有些地方你就會看得到吃不到 沒有辦法在150分鐘裡面拍出來 然後也有很多的台詞 你如果不知道前面的電影在演什麼的話 你會看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或者這裡面更多的意義是什麼 他們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關係 這部電影真的是拍給熱愛這個電影宇宙的粉絲看的 整體來說 這是一部誠意十足的漫威電影 該給你的都給你了 有感情 有特效 有戰鬥 有笑話 有Stanley 又有可怕的反派 一張電影票真的是超值 建議大家去看一次IMAX的版本 因為整部電影全部都是用IMAX攝影機拍的 我自己是在IMAX的電影院裡面看的 覺得畫面是真的很震撼 很精彩 有外國影評說這部電影的動作場面 像是美國隊長三里面機場大戰的20倍 我自己沒有這樣子覺得 我覺得機場大戰 你看每個英雄在那邊各顯神通 打起來還是比較有趣一點 在復仇者的聯盟三裡面 就是真真實實的大場面戰鬥 比較像是黑豹裡面的那場草原戰 乘上100倍 我覺得那邊蠻好看的 而另外一邊對抗薩摩斯的英雄合體機 沒有那麼有驚奇的感覺 黑尾彩蛋有一個要等滿久的字幕 跑完之後才會出現 所以如果你妙集的話 你可以先去上個廁所回來 然後應該都還看得到 結局 很難評價這個結局 我個人是有一點失落 覺得真的就這樣子而已嗎? 然後好像少了什麼 然後還是什麼東西沒有做好的感覺 但是還是可以接受 也還算喜歡的 就有點 阿董我知道你要做什麼 但好像可以做得更好 這部分等拍有雷影評的時候 再跟大家聊吧 復仇者聯盟三無限之戰 我會推薦給每一個漫威的粉絲 去欣賞這部電影 我們終於等到了這部電影 而且做得還不錯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 請幫我按讚 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